2013年台南的感光计划照亮全台湾唯一一座祭祀风神的庙宇 今年来到台湾现存最完整的恒春古城 展开光影装置计划 邀请了四组艺术家为当地的古城门 还有民谣馆佳志灯光 用光影带我们重新了解当地历史 这里是国境之南恒春 这里有现存最完整将近140年历史的古城门 光影艺术家们起居在此展开古城光影装置展 东门的灯光设计 江启阳曾经担任云门的剧场设计 东门点亮的匾额 以及从尘朵穿透的光 营造沉稳大气的古城氛围 我觉得光跟历史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巧妙的结合 所以我想要用光来讲历史 所以我就想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个城墙它过去曾经守护了这个恒春城的老百姓 所以它看到墙上有很多的枪眼 炮孔 所以变成是反而是这些镂空的地方 是我想要去表现的 恒春古城创建于清光绪元年 是国家二级古迹 目前只有城门完整地保留下来 这里一年四季如春 因此得名 白天的古城生气盎然 而夜晚因为光影的加持 变成浪漫悠闲的小镇 感光计划今年迈入第二年 今年花了一年的时间筹备 将恒春的东门 北门以及民谣馆 用美丽的灯交织成光影响宴 其中夫妻党艺术家黄群芳林静佑 设计南门的光影 他们使用恒春三宝之一的穹麻绳 与在地文化结合 让我们重新认识恒春 我觉得它所用到的是 我们恒春的材料 那个麻 你走下去就已经有那个味道了 就我记得小时候 那种麻绳的味道 古迹的照亮工程 需要注意灯光的温度 设置是否会破坏建筑物等等 而这次计划中除了古城门 还包括恒春民谣馆 艺术家陈宜璋就将这里 打造成永久示范基地 这个亭子看没有 把枪那个感觉走 就是啊 你可以把它放柱子的后面 试试看 这样好把这个东西放到另外一边 感光计划在2012年启动 台南的光之庙鱼计划结合在地文化 照亮台南古迹 丰神庙 丰神庙的接官亭在清朝 曾是接圣旨的地方 作家王浩依旧曾说 这样的光影改造 让人对冰冷的古迹有了全新认识 如果我觉得它整个夜间的光 在做改变的时候 我一直很相信 它应该就是光的圣子来了 这只是光 然后它自己的圣子 传递到这个地方 来当作台湾的古迹的第一个点 我相信这个点当它成功了 这个点让大家看到 这个点让大家感动的时候 它变成台湾的一个 光的革命的一个起点 点亮古迹的计划 无论是在台南或是深入恒春 仿佛让人回到时光隧道 看见历史的痕迹